按照生辰年月为大唐的诗人们做一个时间轴 用一期节目看懂那些大唐骄子们的出场顺序 大唐的首位诗人应该是七岁就写出永俄的小神童罗宾王 他在成年后为讨伐武则天写了一篇非常劲爆的为徐敬业讨武朝夕 其中一句是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让武后看过都忍不住拍恩叫绝 不过随着武州政权的改朝换来 这位武则天的头号黑粉也就从此下落不明 公元630年愿作鸳鸯不献仙的卢兆林出生 他与后来名为百夫长胜作遗书生的养久 像文坛中流行的楼梅缓落的宫体式之风开炮 让是这种文学载体开始涉及到大好河山或田园边赛等更多题材 公元650年史上公认的天才之一王博出生至此出堂四节集结完毕 王博16岁经榜提名27岁就写下773个字却创造40个成语等 千古第一篇文腾望各旭 落霞与鼓舞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可惜天度英才转年王博失足落水魂归南海 竟相情更切不敢问来人 公元656年奠定了御师体系的宋志文出生 少小离家老大会相因五改并卯衰 公元659年诗狂贺之章出生 两年后即出堂四节再度整顿出堂文风的陈子昂 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绝唱 拉开了唐诗大爆炸的序幕 据统计在49000多首唐诗里 以月亮为题的诗就有5377首 其中最受推崇的一句应该是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词时 公元678年大唐诗人中 官职最大的宰相张九龄出生 黄河远上白银间一片铺成万人山 公元688年王之焕出生 并以绝绝之罪的梁州子被誉为诗家天子 春年不觉晓 处逐文体鸟 公元689年 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孟昊然出生 同年出堂最后一名诗人 用一句 但是龙城飞降在 不叫虎马独音山 稳坐边赛派顶流的 七绝胜手王昌龄出生 公元700年 边赛派诗人 再出高手 大唐诗人无力值的扛把子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氏出生 公元701年 空山新雨后 天际晚来秋 诗中有话 画中有诗的汪为出生 同年 大唐文坛迎来一位重磅明星 一颗太白心落入人间 李白诞生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薅伦 长风破浪会有诗 直挂云翻即沧海 如果说 群星璀璨的大唐诗坛 一定要选出一个最强诗人 那这个人 就算不是李白 也一定是李白的朋友 比如诗圣杜甫 高氏等等 公元712年 彻底终结五十乱政 把大唐送上巅峰 又一手推下神坛的唐玄宗 李隆基登基 这意味着 聚安禄山 打开世纪魔盒 还有近43年的美好时光 也就在这个倒计时 开始之际 完整见证 大唐由胜转衰 三离三别 还心怀苍生 只就安德广沙千万间 大比天下寒室 聚欢颜的诗圣 杜甫出生 从此 诗仙与诗圣的离度组合 就是唐诗中 不可一跃的两座高峰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离花开 公元715年 诗雄 曾参出生 他与前面的王昌龄 王之焕 高氏 合成为边在四十人 慈母守中县 游子申上义 公元751年 孟娇出生 四年后 安史之乱爆发 大唐开始进入 万劫不复的战乱中 至此圣唐时代的诗人 除了孟浩然以外 全部在这场劫难中 转动了自己命运的齿轮 并以一种极其悲凉的方式 结束了各自传奇的一生 安史之乱 结束第三年 公元768年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裕出生 公元770年 山不再高 有仙则鸣 水不再深 有龙则铃 一生放荡不计 爱自由的诗豪 刘雨昕出生 同年 兴系大唐盛世 不愿看到唐诗 江河日下的白居出生 正所谓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白居以一己之力 为全唐诗 贡献了3084首诗 相当于 李一度二人的总量 大唐诗坛 在这位产量最高的 诗魔努力之下 进入了第三阶段 中唐时期 公元772年 一面卸下 除何日当午 喊迪和下吐 一面搜刮 明志明高的双面诗人 李神出生 曾经沧海难未睡 除雀乌山不识云 公元779年 白居以着一生 志友 杜夫的超级粉丝 原诊出生 童年脑速持边术 僧敲月下门 一生以做事为命 善于推敲的诗弩 甲党出生 黑云压城城欲催 甲光向日精灵开 公元790年 诗鬼李河出生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公元803年 中唐时期 能坐上巅峰咖尾的诗人 杜姆出生 人们从杜姆语 此情可带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的 李商隐身上 看到了当年 圣唐时期 诗仙李白 与诗圣杜甫的影子 所以 称其二人为小李渡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此时的大唐文坛 另一种叫做词的文学载体 已经慢慢开始流行 并且将成为 下一个时代的主题旋律 其中 公元812年出生的温婷云 就是词的重要推动者 他婉约派的文风 将深深影响 后来由天下第一彩女之称的李清章 然而 就在这些中唐时期的诗人 前赴后期的抢救大唐诗坛之时 本就身负重创大唐帝国 再次遭遇了致命一击 公元835年 甘露四肢便爆发 异常仅次于 东汉末年的宦官之祸开始 天下是皆绝于北思 宰相行文书而已 一时间 宦官破携天子 下是宰相 临报朝事 如同草芥 随着风雨漂泊的晚唐时代到来 大唐的文坛 进入万马其英的至暗一刻 此时除血下 数声风敌李廷晚 君相萧香我相秦的正骨之外 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文坛交字 一个伟大而浪漫的大时代 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结束